我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如今是如火如荼进行中 那负责统筹疫苗接种事务的科医部长凯里 在接受英文新报采访的时候就透露 尽管接种疫苗还不能够完全取代防疫措施 不过呢新冠疫苗委员会旗下的技术组 他们已经在参考各国的数据 研究已经完成接种的民众 是不是能够承货一些自由 像是跨州或者出国 那凯里指出 政府正在积极和其他国家探讨 互相承认疫苗护照的事宜 而目前我国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商讨 已经来到了最后阶段 那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很大可能将会成为 第一个承认我国MySegitra App 作为疫苗护照的国家 那一旦商讨完成 主要民众在这个应用程序 MySegitra取得疫苗接种的证明 就可以入境新加坡了 另一方面 随着卫生部批准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接种辉瑞疫苗 最近有网友就指出 MySegitra里头 其实已经允许家长通过家属登记栏 为12岁以上的孩子登记接种疫苗 对此 凯里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表示 政府将会在这个星期的会议上 决定12岁以上的青少年 接种辉瑞疫苗的方式 还有日期 同时候呢 凯里也在记者会上特别强调 在接种疫苗的课题上啊 政府从来都没有刻意忽略任何一个年龄层 随着雪龙区有91% 60岁以上的勒林人士 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 或者接获预约 因此从今天起 雪龙区率先开始第三阶段 主要针对18岁以上群体的 疫苗接种计划 而今天正式启用的 五级加利尔体育场 大型疫苗接种中心 也迎来了大批年轻接种者 科医部长凯里 也特意前往体育场视察 确保疫苗接种工作 有秩序的进行 由于五级加利尔体育场 主要的接种对象 是40岁以下的群体 所以有的网民就提出质疑 政府是不是刻意忽略 年龄介于40到59岁之间的民众 对此凯里在早前的记者会上 是做出了解释 另一方面 出现在同一场记者会上的 卫生部长阿汉爸爸表示 尽管早前传出 有医护人员接种疫苗之后 依然感染新冠肺炎 但是他强调 疫苗还是有效用的 因为接种疫苗以后 确诊者大部分都没有出现 严重症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